不过在屏东东港的安泰医院 却发生了严重火警 今天清晨 整栋医院大楼窜出火蛇 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 警消到场之后赶紧的拉水性来灭火 而救护人员也是赶快帮忙将病患给舒散 目前救出了176名的患者 不过其中有8人宣告不治 至于起火原因 出盘是机房的空压机燃烧 目前警消也正在全力的抢救当中 医院大楼窜出火蛇 黑烟直窜天际 红色火光吓人 医院周边农烟密布 警消货报到场赶紧拉水线 涉水灌救 同时疏散病患跟民众 外头风雨交加 医院病患及家属全都冒雨在外头的带 医护人员不只撑扶病患 还将病床直接推到医院外头 山陀而台风清晰 屏东东港安泰医院竟发生注农意外 三号清晨整栋医院大楼窜出火蛇浓烟 警消道场赶紧灌救 救护也赶忙疏散 撤离病患并启动大量伤患机制 目前救出176名患者 其中夺位死亡 机房的空压机燃烧的 所以现在整个机房 动力中心这边全部都断电 医疗大楼完全没有了 只是医院为何起火 初步了解是机房的空压机燃烧 这才引发火事 院方人员也将轻症病患 先送到福音医院 重症的则送到安泰的其他栋安置 轻症的病人 我们可以讲 沿路卫生体先出送到福音医院 重症的我们就在前栋 好像我们这边有好几栋 多米一百多米 只是警消救灾过程中 由于大量浓烟导致有消防人员 疑似身体不适 只是台风天犬传出注容 也让救灾人员贫于奔命 记者综合报道